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这个报告 今天是我们这个施鲁维系列讲座第20讲 这个讲座是以施鲁维先生的名字来命名 由中科院强偶和量子材料物理重点实验室 由ICQD由中国科大物理系以及科研部联合主办 由低温物理学报承办 那么我们这个讲座的目的是希望为大家带来 这个物理学就是前沿 物理学前沿的这个科研进展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施鲁维系列讲座 有限请到武汉大学的刘辉军教授 刘辉军教授于1995年和1998年 在武汉大学获得这个学士和硕士学位 然后在2003年在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入选教育部的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刘辉军教授的主要科研方向是计算 凝聚它的物理主要是用这个低性原理的方法 来对材料的性质进行探索 那么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报告的题目是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Study of Thermal Electric and Topological Materials 让我们欢迎 谢谢高老师这个热意请洋溢的讲这个介绍 虽然不在现场我也听到了这个现场热烈掌声 非常感谢大家 也感谢乔中华教授这个邀请我来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热电和TOP材料 继续学习方面一个最新的一些研究进展 那么这些工作都得到了这个国家自然科技基金的支持 然后其中一部分工作也是这个与我们中科大的这个张忠宇教授 以及德国的这个先复德教授 他们科技所合作完成的 那么我今天这个报告的提供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是我们这个研究背景的一个介绍 包括这个TOPGNT和热电材料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以及利用这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机器学习 在材料科学领域的一些应用的介绍 然后呢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自己这个数据驱动的一些方法 包括这个训练级的获取特质参数的选择 以及采用合适的这个算法 就机器学习的算法来进行训练 我们这里采用的是这个基于压缩传感技术的一个叫做CISO方法 我们待会还会介绍 然后利用这个方法呢 那我们就简单介绍几个例子 包括这个TOPGNT和普通GNT的一个分类 以及对在流子持续之间的和经过热道力的一个高通量的这个筛选或者预测 最后是我们这个研究工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 那么大家知道随着这个煤啊石油啊天然气 这些矿物能量的这个大量的消耗和这个环境污染啊 责任严重 那么这个新型的这个能源啊 和能量转换技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么我们这个研究的是这个热电转换材料 那么热电转换材料其实很简单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温差电池 就是一种热电转换效应 它主要是利用这个CISO效应和PARATO效应 实现这个电能和热能直接转换的一类功能材料 它这个转换效率的高和低 其实主要取决于这个无量的那个ZET 这个表达式啊 其中这个分子部分的S是赛北系数啊 Sigma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电导率啊 分母部分的CAPAE和CAPAPH 分别代表这个在流子啊 电子热导率和这个经过整个和生子热导率 提示我们觉得温度 那么因为这个决定转换效率高低的 这个ZET表达式的一些输音系数啊 其实或多或少都是相互偶尔在一起的 这个呃 形象上说就是牵一发动前身啊 你你你一个ZET很难大幅度提高 你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随着载流浓度的增加 电脑率肯定是会增加的 但是呢这个赛北系数它也是降低的 而分母部分那个的这个CAPAE电子这个热导率 它也是随着这个载流浓度增加增加 也是分子分母的同时增加或同时降低 所以ZET很难得到大幅度提高 所以这个呃 优化材料的热电性能其实是个历史难题 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间啊 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概念啊 或者途径来提升材料热电性能 比如说这个低伪化 还有电子晶体甚至玻璃 能量过滤啊 能带汇聚啊 全池都优化了 还有甚至拓不表面态的一些调控等等 但是呢 这个目前性能优异的热电材料 它的这个呃 转换效率 实际上仍然低于这个传统的发电或智能技术 而且呃 性能比较好的热电材料 它的这个大多都是由稀有元素做成啊 自备成本就高举不下 所以这个热电材料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商业化应用 实际上还是承担着很多的问题 或者说挑战 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来这个优化这个材料设计 来大幅提高这个阶底指挥热电性能 那么或者说啊我们另辟吸进啊 能不能找到一种这个啊 更高效率的寻找高性能热电材料的一些一些方法啊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传统的实验的试授法啊 它研究周期是比较长的 包括以我们热电材料为例 包括它的样品的自备啊 热电性能的测量啊 它实际上都是不简单的 而且呢 它难以挖掘出这个材料的一个走成啊 与结构啊 它与热电性能深层次的本质的这个联系 所以没办法做到大规模搜寻高性能热电材料 那么以我们自己做的啊 比如说通过就是低性原理这种理论计算 当然就就就就 来预测热电性能应该比较简单 但是呢 它它不能够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 结果特别结果比较复杂 我们形象说就是原爆理原子数比较多的这种体系 低性原理也是爱莫能做的啊 尽管它比较精确 所以这也严重限制了我们热电材料的一个搜索空间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 脱普材料啊 大家都知道脱普物态是一类新的 迅速发展这个量子物质的形式 那包括什么脱普徐原体啊 脱普晶体学徐原体啊 还有这个 迪拉克半径所啊 外尔半径所 阶线半径所等等等等啊 因为我们自己研究这个脱普徐原问题为例 大家都知道啊 它这个体态是有有gap的 是绝缘的 而这个这个在boundary啊 就有这个受时间反应对视性 保护的这个表面态或者是ad state 那么因为它有些很特殊的性质 所以它可以在自旋电子学啊 自旋电子器件 包括量子计算 包括这一个清洁能源啊 表面催化 很多方面有潜在应用价值 那么一般说来对某一个材料 它的脱普性质的这个确定 实际上是比较复杂 从理论层面上确实是很比较复杂 因为它依赖于详细的电子结构的计算 还有倍率许例的计算 并由此导出这个合适的脱物约量啊 那么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如何快速的判断材料的这个 脱普特性也是一个 期待解决的一个科学问题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科学研究 我们通常说有两个范式啊 传统的就比如说实验科学 还有理论科学 是吧 理实验研究理论研究 那么后来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我们做了第三类的范式 我们叫做计算 计算物理 或者计算材料科学 计算科学 那么近年来 这个被人们称为这个 这个科学研究范式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也就是以这个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上结合 这个 引起来人们这个强烈的冠军 那么其中这个 作为核心技术之一的一个机器学习 这个已经广泛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脸识别啊 这个医学影像啊 基因组学啊 包括在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里面啊 这个发展很迅速 特别是在这个新能源材料的 这个搜索方面 正以惊人的速度的发展 由此但是呢 一门称为这个材料信息学 这本新一性的交叉学课 那么这个材料 信息学实际上是可以实现 对这个材料进行立项设计 我们正向设计是大概是这样的 一般我们说这个自备 或者处理某个样品 获得它的结构 研究它的性质 和它的这个服役行为 而这个另一项设计呢 它就是说我们可以 针对某个具体的材料属性 或者它的行为表现 针对性的这个设计 相应的结构 这样无疑会减少很多人力物理财力 大大减少研究周期 那么以我们这个热链材料为例 在正向设计中 我们是对所有可能的这个化物 足以研究它的这个结构啊 它的电子啊 它的升值啊 它的输印性能 运气好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个 性能比较优异的 或者ZT值比较大的 这种热链材料 也许可以发很好的Payboard 但是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一个的联研究 这个非常繁琐 这三点比较大 那么另一项设计就不这样 我们就可以针对某个特定的热链性能 比如说我到底要是N型还是P型 它的ZT值多高 或者说它的工作温区是低温中温 还是高温区 我针对我的需求 我可以量身定制出相应的这个热链材料 或者它的结构 然后包括它这一家的这个元素 和这个化学配比 我们都可以从理论上这个预测出来 这就是立项设计的优势 那么机器学习 这个方法 这大概是个流程 它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三个要素 包括这个训练级 它的获取 包括features 特征参数的这个选择 以及采用合适的这个算法 进行机器学习的训练 那么这个训练级 主要是有几个方面可以获得 一次就是说这个文献报道的 理论和实验的数据 第二个就是 这个我们有很多的 网上有很多的数据库 对吧 各种各样材料信息的数据库 包括可能很多同学 和老师都知道的 这个ICSD OQMD 包括AFlaw 自己科技组学 经常喜欢用AFlaw 还有MP等等 这些数据库 可以得到 这个我们所要研究的 这个各种 矿物 包括这个单子 它的所有的一些信息 包括结构的 电子的 深子的 输印的 这个光学的 磁性的 等等都有 那么第二方面 就是特定参数选择 特定参数一般 包含这个 三大类 第一类是 就包含结构信息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 它的经格参数啊 比如它的这个 对层性或者空间群啊 第二类就是 与走成元素 原子 相关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 走成元素的原子 叙数Z 它的这个原子质量M 它的价电子数V1 它的垫覆性 开 等等 那么 第三类就是 它的这个算法 用具体算法进行 继续学习的顺利 那么这个算法很多 这属于 计算科学的 这个范畴 我们比如说 常见的有 质色优化啊 随机森林啊 人工神级网络啊 还有 知识向量回归啊 等等 那么我们这个研究工作 主要采用的叫做 这个SISO 就是这个中文翻译 叫做这个 确定独立 塞显和 系数操作符 它是基于 压缩传感技术的一种 机器学习 训练的算法 那么它又跟前面一些 什么质色优化 或者是 人工神级网络相比呢 它有它自身优势 比如说它可以处理 数以亿计的 这个描述符 就是它处理信心量很大 而且呢 它有一个 从我们学物理啊 或者学材料科学人来看 就比较优势的地方 它能够给出 这个物理比较清晰的 一些描述符 不是说让机器 就黑箱子 这个顺利 搞一个东西 我们不明白什么物理 它在这方面 能够直接给出 物理清晰的 这个最优的描述符 那么 我们这个图给出了 就是我们热电材料 经常用到的一些特征参数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ZT直接描述 它热电短换效率的高低 那么一般来说 它包含这个 在电子层面的 比如说这个 迁移率啊 有效质量啊 包括是Bellon Gap 包括这个角度量 自线角度量 轨道角度量 等等这些东西 在原子和生质层面 原子质量啊 建长建脚啊 比热这些东西 还有电生火 和相互中用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热电材料 经常用的一些特征参数 然后我们具体采用的 这个CITO方法 那个流程 我在这儿画出来的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讲这细节 简单的说 我们这个CITO方法 它包含了 就是构造特征空间 以及找出最右脑 这两大步骤 第一步和第二步 好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用机器学习 来预测一些 属性讲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 对托普 绝缘体和普通绝缘体 我们一个叫TI 一个叫NI 它的一个分类 那么我们关注的是叫做 Tertral Dymus 就是灰地壁 框株化物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BRRT13 BRS13 SBRT13 这个代表的一系列 2元 3元 4元 5元 多元都可能 那么 那么这个架构很有意思 因为它既是我们 做热链人关注的 它是很好的 这个热链材料 同时呢 大家都知道 它是很好的 这个三维 这个TOP绝缘器 这个理论和实验 都都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它 这个右下角给图 就是它的一个 晶体结构 视力图 那么它实际上是 结构单元 就是方框给式的 五个原子构成的 我们叫五原子层 五原子层 五原子层 连C方向 是犯的瓦斯相互重 那么成类是一个 公价的 类似公价界的一个 相互重 然后呢 这个五个原子位 是我们分别标说 ABCDE 其中A位 B位是 先印象是一个 阳力之位 是第五组组元素 组成的 CDE是阴力之位 流息D 第六组组长接的 所以每个原子位 都有可能 是三个原子 那么 33 3.5次方 就是243个 可能的这个组合 当然它是整数配比的 那么在243个化合物里面 我们发现 这个进来去筛选 因为我们要获得 一个reliable train data 我们要进去筛选 我们研究是 TOPGENTI 和普通GENTI 所以把那些 精速的性质的 就去掉了 另外一些不稳定的结构 我们也把它 这个去掉了 最终我们得到 152个 纯净的 而且稳定的 这个 确定宽度化合物 它们就有 整色的化学配比 那么 这个 低组元素 计算发现 这个内面 其中有67个 是TOPGENTI 另外的85个 是普通GENTI 然后呢 我们就选择 这个 两类特征参数 一个就是 ABCDE 这些原子位置 它的原子叙述Z 另外 就是它这个 垫幅性 来作为 这个特征参数 进行了机器学习 训理 就是用我们刚才 说的这个射手方法 那么这个射手方法 就给出了一个 描述符 我们叫做 斯兰斯的二维描述符 叫做第一和第二 所以大家看到 第一第二 就是我们刚才说 特征参数一些组合 对吧 ZA ZB ZC ZB Z1 就是五个原子位置 它原子质量 然后开A 开B 开C 开D 这些东西 它就是它的垫幅性 然后呢 以第一和第二 我们作为这个 横坐标和重坐标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 一个形象 就像一个TOP像图 其中这个右边 右下角的这个 绿颜色区域 就是这个 67个TOP捐取 我们叫TI区域 左边的 这个蓝色的 就是这个NI 就是普通捐取区域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区域是 用搜索方法是 完全分开的 没有overlap 就是触分的很好 为了这个 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这种描述符 继续学习给出来 它是有一些物理液的 为了分析它物理液 我们把这个第一和第二 我们稍微 这个变得下形 根据它这个原子 去速的高和低 考虑不同情况 写成了第一和第二 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这个第一你可以看出 就是说 这个ABCDE这些原子位置 当然这个没有ZE 就ABCD 它的原子质量越大的话 原子去速越大 那么对应就是第一越高 第一越高就越趋向于 这个右边的这个TOP区域 那么这个物理上很容易理解 大家都知道 这个ZAZBZCZD 原子越去速越大 质量越重 那么支线轨道会很强 最后很强的 当然很容易 导致这个实现能在反转 是吧 这个 就是它变为一个TOP的 那么如果 比较小 那就是左边的 那就是非TOP的 或者平庸据案件 如果我们关注这两条 虚线所是这个狭窄区 我们会发现在这里 可能这个时候 就是光第一是不够用的 我们还看这个 重周表第二 这个第二我们会发现 第二越小的话 就重周表越小的话 它越倾向于是在TOP区 第二越大的话 就倾向于在这个非TOP区 这个原因 我们可以看这个公式 就刚才变形 哪个公式 我们可以看出 本质上说 这个第二实际上是 因氧磷子这个位置 它的元素的一个 垫覆性之差 当然它位置的 这个原子叙数 是吧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这个 垫覆性 营氧磷子 垫覆性差别越大的话 那么概括就越大 反过来一样 如果这差别越小 那概括越小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概括 差别越小的话 对于那概括就小 那么很容易就实现 人带反转 所以越向 去向于TOP 所以这个物理实际上 意义非常明确 那么总之 我们这个描述符 很有意思 第一它是 没有量杆的 这个 这一打就知道 没有量杆 这个开当然 有量杆上下的除掉 所以它没有量杆 其实比较简洁 第二个物理意义 很明确的 是吧 它的实质就在于 它们是 两个精致因素 实现脱骨端的两个精致 一个就是 它的GAP的大小 对吧 一个是 它支线轨道 或者强度的高和低 好 我们这个机器学习 尽管是 这一个 相当于 黑匣子操作 黑箱操作 但是它这个 物理意义 还是非常明确的 非常robust 那么我们刚才讨论的 这个 67个Ti 和85个Ni 都实际上 就是具有整数的化学配比 那实验的研究里面 经常用到的 一些分数的化学配比 比如说 我这里念了一个 化学4 这六个元素 都可以放进去 每个元素 它可能是 XY 可能是分数 我们刚才 要么是1 要么是2 要么是3 这里可能是 0.1 0.2 0.3 这些东西 像这种具有分数 化学配比的 我们一般 这个低性原理 来做的话 是很痛苦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需要勾奏 很大的操保 是吧 所以很多时候 低性原理 基本上做不到 那么利用我们 刚才这个描述符 我们就可以 很快速地判断 脱不脱性 而不需要去做 能带结构 威力群力 ZT不被量 这些东西的计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公式 这个描述符 第一 第二 都是涉及到 走程原子的原子虚数 和电伏性 这些东西 不需要我们计算 原子虚数表里就有 那么怎么推广呢 因为它带来 这个下标带的 这个分数化学配比 我们就根据 它的这个配比 来重新定义 五个原子位置 ABCD 它的一个原子虚数 以及它的电伏性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 所以通过改变 这个XY 或者XPYP 或者XY 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获得 大量具有 分数化学配比的 所谓的 回地比框子化物 那么我们就 这里我们就给了一个 如果间隔文0.2 我们大概获得了 将近400万个 回地比框子化物 然后呢 我们利用这个公式 是吧 就快速的可以判断 它究竟落在 这个左边区域 还是右边 这个绿色区域 落在左边 那我们就是普通 居然停 落在右边 就是这个拖骨 变成 好 这是 这个图就是 400万个点 有不同的颜色 像彩虹样 那么 这个可能看的不清楚 但是没关系 我们会发现 在右边 大概有将近 200万个号物 200万个号物 落在右边 也就是说 它们就应该预测 是这个拖骨主要体 而剩下的在左边 就是这个拖骨主要体 当然这是我们机器学习 这个预测的结果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不可能把 400万个号物 每个都去算一下 这个可能一辈子 十辈子都算不完 我们就挑了几个 那么 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得清楚 虽然我自己都看不清楚 就是在这个图里面 有几个五角星 这是一个五角星 这两个五角星 还有应该还三个 这里有一个 这一个 这个五角星 这里还有一个 总共五个五角星 是实验上已经报道的 具有分数化学配比的 而且已经知道 确认了它是 透鲜取的这个化物 是吧 它确实在右边 落在这个点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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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点 那么就证实了 它确实跟我们预测 是一致的 另外还有一些 我们标了黑色的方框 以及黑色圆框的 在右边有四个 一二三四 左边我们也显了四个 这四个分数化比 八个 一共八个 具有分数配比的化物 我们也拿过来 做了低性原理计算 因为这个 虽然它是分数化比比 但是它的这个 原包里面 原素还是相对较少 我们还是可以 做一种低性原理计算 还是可以算出 它的这个ZT5分量 所以我们这里举几个例子 其中有一个是在右边区域的 它这个化学式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上了人带结构 我们发现在γ0 它是有些人带反转的味道 然后具体上来的ZT5分量等于1 正是它是拓骨居然体 另外在左边区域的一个化物 是这样一个化学式 人带结构是比较正常的 正常的代序 ZT5分量等于0 说明它是一个平庸的居然体 所以从理论和实验 两个方面 我们都发现 是跟这个机器学习 随手方法预测的结果是一致 证明了我们这个 这个预测的非常准确的 好 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例子 就是载流子的磁米时间 当然我们关注的 还是刚才所说的 这个灰Db光的化物 是吧 这152个化物 那么这个载流子磁米时间 这个确定 其实无论是在我热链材料 还是在这个 TOPGNT 它里输印 这些性质方面 就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 这个载流子磁米时间 这个准确预设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从我们做理论的角度来看 你也许从第一型原理 可以利用简单的形面式理论 或者说比较精确的电生 我或许正确的方法也许可以算 但是呢 这个计算代价非常大 我们一般这个十来个原子 二十个原子就已经 再大就算不动了 更不要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具有分数化学配比的 那个在流子磁米时间 真的是没办法预测 所以我们想到利用机器学习的手段 那么这个 它的全力内容我就不说了 就是刚才 跟刚才亚 有67个TOP聚员体 有85个普通的聚员体 然后呢 特论参数跟刚才不一样 我们刚才只是用了两类特论参数 一个是原子的这个叙速 一个是它的这个电伏性 这里我们用了三类特论参数 一个是原子质量 一个是半径 这个半径当然是指 这个P轨道的半径 因为是热电的一些考量 开始还是刚才所说的电伏性 这是走成元素的 它的这个三类 当然这个为了使这个机器学习 这个描述符 更加这个miniform 我们也考虑了 这三类特论参数 它的这个 把min square error 或者average error 也作为特论参数 放进去 那么我们讨论 持续时间呢 主要是focus到P-type 因为这个 BRT三维代表的 会离个矿道物 它是P型的热电材料 N型比较差一点 我们主要关注的P型 另外呢 它也是室温热电材料 所以我们关注 这室温的词迹 在6次的时间 好 刚才已经说过 这个top和非top 它们的轮带结构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把它分开来处理 我们对这个 普通绝缘器 有85个 top绝缘器67个 我们分开进行训练 所以我们得到了 这个所谓的 一维尾描述符 两个一维尾描述符 分别等于Ni和Ti 然后这个描述符的 这个形式看起来比较複导 我们待会来看看它的物理 但是呢 比较有意思就是 它的这个P二层相关系数 比如说我们这个预测值 C所 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 机器学习预测值 和它具体 我们用这个低性原理 算出来的 有限的几个 它的相关性 我们叫P二层相关系数 层次高 一个左边的是94% 右边是92% 也就是说这种 准确性是比较高的 那么为了分析物理 我们一个人来看 首先讨论这个Ni 就是普通血缘体 那么这个包含两项 我们第一项形象 称为Mask term 它主要是由 这个几个原子质量 决定的包括它 Average and Math 为了分析它物理 我们把这一项 稍微变下形 写成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从这个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时余时间高低 要取决于这个Average 比如说这个 平均原子质量 越大的话 那么这个 载粒子持有时间 就越高的 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们修复处理 这个紧述方法 很容易理解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 就是说原子 这个质量越大 基本上我们就是说 这个 它的这个 半径或者越大 原子质量越重 半径越大的话 那么基本上 那经格常数也可能越大 然后对应的这个 它的 有效质量就会越小 而有效质量越小的话 持有时间是越大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相比于第一项 我们第二项 就没那么这个重要 实际上就是 去主要重要 从这个数字来看 最主要重要是第一项 第二项 稍微这个 弱一点 数字比较小一点 但是物理意义也比较明确 那么稍微把它变下形 对 大家可以看 主要取决于 C位和低位 就是阴力之位 它电伏性的高和低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越大的话 你注意前面的负号 那么这个东西越大的话 持有时间是越小的 这个物理原因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 一般来说 这个较大的电伏性 那么通常就是 具有较小的原子半径 较小的原子半径的话 那么就有较大的 有效质量 较大有效质量 当然持有时间就越低 是个反过来的 对于这个 刚刚说说的TOPGENTI 它的物理意义分析 也是类似的 那么我们稍微变了一下形 我们看第一项 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项 这个数字比较小 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主要 最相关的是这个RMSE 也就是说 这个P轨到半径 的一个叫做均方物差 那么这个东西 注意它是一个 小而无一的数 所以这个东西 越大的话 持有原子越小 反过来一样 那么如果这个东西越大 就意味着 阴力氧离子 阴力氧离子会 就AB位的和CD位的 它们P轨到的半径 差别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是不是均方 差别的一个边量 这个东西 阴力氧离子 这个半径差别比较大 就是它们之间的 一个项目中 是一个比较弱的 弱的一个轨道杂化 那么反映在能带 图像上来 可能就是带比较平 或者说有效质量比较大 有效质量比较大 当然这个持有时间就比较低 这个物理上是解决通的 那么从第二项看 尽管它不这么重要 它其实也是 至于一个平均原子质量 就是我们刚才 普通绝原体是类似的 只不过那个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 就一议讨论 好 我们这个图给出来 就是说三大类 feature 特征参数 其实三大类 然后总共有27个特征参数 就持有时间 跟这27个特征参数的 一个相关性的一个高低 我们发现对于这个NI 就是普通绝原体 最相关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我们看看 最相关就是这个定义的这个值 就是我们这个M average 是吧 而这个对于红的 这个TI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P轨道的这个 半径的均方差 跟我们刚才分析的是 完全一致的 是吧 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这里最高的两个点 那么为什么这么巧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机器学习搞的 这个黑箱操作搞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它抓住了决定 载留子持育时间的一个 最核心的 最本质的因素 就是有效质量 是吧 我们有效质量 跟哪些东西相关 比如说跟它的轨道半径 跟它的质量 等等这些东西相关 好 我们刚才讨论的 还是在training data之内 实际上我们如果 beyond training data 也可以采用刚才mess的方法 比如说有分析化学配比的 利用这些方法 重新定义一下 这个特征参数 根据化学配比 然后呢 我们也是 把这个可以引入很多的 就是说具有 就有分析化学配比的化物 然后我们其中挑了 13个普通绝参体 和13个特征参体 也明确用低性能力 计算来下 它的这个持育时间 跟我们用随所方法 或者机器学习方法预测 得到的这个相关落实很高的 基本上这个是96% 93% 简单说就是在这个 这个协力唯一的 这个线的附近 二者符合得非常之好 那么通过改变这个 XEYE就是化学配比的话 我们可以获得大量 刚才我们搞了400万个化合物 那我们现在搞得更多 我们搞了1600多万个化合物 其中800万个是普通绝参体 800万个是托比绝参体 那么这个下面一个图就给出了 这1600万个化合物 它是这个载质持育时间 用机器学习预测的 你用这个低性原理 或其他方法 你根本没办法处理这么多的 这个化合物的持育时间 那么这个图给出来 就是这个 看这个颜色 就是说0到10分秒 是用黄色标出来的 比如说20到30分秒 用浅绿色标出来的 这个大于120分秒的 这个是用这个深蓝色标出来的 左边是NI 右边是TI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将近有 20万个普通绝参体 它的这个持育时间 它是超过了120分秒 那么从我们做热力材料的 这个脚本来看 如果这个持育时间越大的话 它是非常有利于提升 它的电数性能 或者说优化热力性能的 另外一方面 对于这个托比绝参体 我们发现 有将近2万多个化合物 它的载料子持育时间 它是非常之小的 0.5个非秒 跟刚才不一样 我们这个是非常之小的 这个同样也可以优化热力性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个托比绝参体 它的这个体态是有GAP的 而表面态是这个绝参 而是金属性的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前期的讨论 它实际上是个双通的模式 就是表面态和体态 互相竞争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这个体态的载料子 持育时间很低 而表面态载料子 持育时间很高 而这个比是非常大 那么就可以大幅度优化 这个材料热力性能 而且有可能把这个P型 和N型同步 优化到很高的水平 这是我们前期 这个一个工作的一个预测 只不过我们这里找到了 这个材料子持育时间 非常之低的一些情形 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大幅度提升 无论是TOP材料 还是非TOP的 它的热力性都可以得到大幅度优化 好 下面我们讨论这个第三个例子 就是这个金隔热导力 它的高通量的预测 那么我们换一个家族 刚才我们讨论都是灰地壁框的化物 我们现在换一个叫做Hoff-Fuse的化物 那么它一个原本里有三个原子ABCV 就是它的这个座标 简单的看就是AVBVCV都是FCC 面积地方得动 然后这个TRAINEDATA是86个化物 那么这里就包含了既有整数配比 又有分数配比的 我们这个每个边说 我们搞的就是全部都是整数 我们分数的整数的都有 而且既有理论计算的结果 也实验结果 计算结果 然后这个TUN参数 基本上也是跟刚才类似的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 除了平均原资量 除了电付性以外 我们还有这个它的加电数 还有一些这个金隔参数 AANETS 刚才提到的 就是包含结构信息的一些参数 放进去 我们得到一个三维的描述符 三维的三项 第一第二第三 那么这个表达是给出了 或者预测了这个化物 它的这个热导力 那么这个预测热导力 跟我们这个TUN参数里面 以文献报道或者计算的热导力 进行一个相关性的这个画图的话 会发现的这个相关性 接近90% 也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我们这个用机器学习的 十则交叉验证的话 发现这个二则 就是TUN参数和这个测试机 它们就相同的这个军方公共产 所以说明我们这个描述符 这种三万描述符 也是具有很好的 predicted power 那么我们不光是说 把那这个86个化物来预测 我们这个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预测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经过查文献 我们在文献里面发现了 有75个新的RPU的化物 也给出了他们很多人 做了他的这个用低性原理 或者生命T这种方法 计算它的入导力 然后呢我们就拿过来 用机器的信息来预测 这很简单 把它这个ABC啊 它的这个位置 连接叙数啊质量啊 那些东西带进去就很快速的 几乎不是花时间 就可以预测到这个经过任务力 然后呢我们就挑了 这一个几个作文例子 那么其中这一个黑色所标示的 这五个是我们用 水手方法预测的 而这一个 绿颜色所标示的 是用这个低性原理 就是说通过球解 生质波浙曼方程 精确得到的这个热导力 我们会发现 黑色和这一个绿色 是基本上符合的比较好的 而且呢比其他的两个 其他两个也是继续学习 只是用另外一些方法 预测的 我们更接近真实值 说明我们这个水手方法 这个预测 是非常accurate 那么我们更有意思 我们会发现 刚才讨论的是 这个half used的 半赫色的体系的 我们这个给出了 一个三文描述符 就是刚才这个三文描述符 甚至可以推广到 它这个类似的 叫做全赫色的体系 全赫色的体系 多来个原则 我们叫ABC原来 甚至A2BC 多来个原则 一个原包理 那么这是它预测的结果 跟这个定性原理算出的结果 我们会发现 尽管有些稍微大一点 有些稍微小一点 但是这个总的日均放差 还是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刚才得到的 一个三文描述符 它也可以被 genomize到 这个其他相关的 一些材料体系 或者材料结构 那么如果大家刚才 因为我没有分析 它物理 如果注意到 我们刚才那个 三文描述符 我们会发现 这个描述符里面 有一个 A next 就是经格参数 在机器学习里 放经格参数 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经格参数 你需要实验上 可能用XRD的方法 确定 理论上 可能用低线原理来计算 但是如果一些 位置的 一些新的化物 特别是我们搜寻一些 潜在热点材料 你不一定有 经格参数这些信息 你就没办法做了 用这个描述符 所以我们 进一步做了优化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training data 在这个feature里面 特认参数选择的时候 人为把那些 经格参数那一下 把它去掉 仍然保留这些 最基本的 这个特计参数 比如电伏性 这个价电数 包括它是地级周期 包括它原子质量 或者平均原子质量 等等这些 不需要计算的 物理量放进去 那么我们同样 获得一个三文描述符 这个三文描述符 它的这个卷确性 跟前面的 这一个考虑 经格参数的卷确性 也是相当的 这样以来 我们就可以更加快速 去预测 热点 而不需要 首先搞一个 经格参数出来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 这个今天 这个报告的 一个简单的摘要 那么第一部分工作 我们就采用了 一个基于 这个压缩传感技术的 一个所谓 搜索方法 也是叫做 中文叫做 确定独立策线 和吸收操作符 我们获得了 一个简单的 一个所谓 二维描述符 用来区分 这个托普绝原体 和这个普通绝原体 形象中 就是我们用那个 第一第二 这两个维度 作为一个 XYZ座标 你就可以画出 一个托普像图 这个左上角的是 这个普通绝原体 右下角的是 托普绝原体 然后呢 这个第一和第二 它的这个 公式是非常简单的 包含了 仅仅只是走成元素的 原则叙述和垫伏性 所以你随便 拿一个画过来 你放在那里去 算出它第一第二 落在左边 还是落到右边去 一个快速的判断 它究竟是 托普材料 托普绝原体 不管你是整筹配比 还是分筹配比 不管你原子组成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第二个工作呢 我们就出了 这个对 普通绝原体 和托普绝原体 分别提出了 这个 一维的描述服务 来预测载量 是持续时间 这种持续时间的 这个预测 实际上是 从第一性元角度 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这个描述服务 也很有意思 它不需要任何 第一性元力计算的 这些东西 只包含了 这个走成物元素 走成物元素 这个材料的 这个走分元素的 这个最基本的 我们叫 Elementary Properties 就是电波性 质量 半斤 这些东西 不需要我们去明确计算 那么就可以快速的 而且很准确的预测 这个 无论是在 20data里面 还是beyond 20data 我们都可以快速的 而且有效预测 第三个例子 我们同样用搜索方法 我们来讨论 这个高商量筛选 这个金格热导力 或者生质热导力 也是具有相当高的 这个精确性 那么这个描述服 是一个三万描述服 有第一第二第三 当然全部第一第二 更重要点 那么这个 在beyond的这个 20data之外 我们还预测了 75个 HalfUser 就不再有 训练期之类的 甚至我们还把 推广了15个 全赫色体系 得到结果 跟理论 计算低性 明确低性原理计算 结果是 复卧的很好的 那么 今晚 另外我们为了 这个加速材料 这个发现 或者说 这个快速预测 热导力 我们把这个 描述服 进一步做了优化 也就是让它这个 经过参数不出现在 顺利级里面去 不出现在 喷参数里面去 自然这个快速 加速材料 这个预测 你想找到什么 具有什么样的热导力 无论是高热导力 还是低热导力材料 我都可以非常快速 这个快速到什么程度 就行养说 就不花时间 这个一秒钟之内 有十几万 几百万画物 都可以快速预测出来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报告 这个三部工作 这个第一部 关于这个 TOP和非TOP的分类 是这个我以前毕业的学生 叫曹沃 现在也在总科大 张志明老师科技主 然后这个在流子持育时间 是叫周珍 也是今年毕业的博士 现在从一大学工作 然后这个后面一个 经格热导力的高通的赛想 是很不错的 是刘江辉做的 谢谢大家 让我们感谢就是刘 刘恒鲜教授这个精 精彩的报告 那么大家下面是否有什么问题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 我这里是有两个问题 想问一下 就是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的是您刚算在Ti下面 那个持育时间套 我想问一下 就是Ti下面的话 因为它费米能是在Gap里面 是吗 第一 如果是费米能在Gap里面的话 它这个套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说在输印上面套的话 它是在费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说我们这里算的是 体态的持育时间 表面它也能在于持育时间 我们并没有在这里处理 表面它也是另外一些方法去预测 比如说我们拿B2T3 这个回地比框的化纹理 我们预测它的这个载流子 持育时间 它实际上是550分秒 它是远远高于这个体态的持育时间 这里处理是体态的 无论是普通绝体 还是TOP绝体 都是体像的 所以你看这里 我们都没有概括吧 对不对 OK 另外一个就是您算完以后 是不是现在是不是有实验 就是在根据结果 就是去做这些不同的材料 对 实验比如说我们刚才TOP和非TOP分类 是有实验证实的 这部分就是既有实验证实了 也有你能计算的证实了 后面这些工作 我们刚刚出来 持育时间 但是至少就是 你们计算的角度 是符合得很好的 实验上 我还不太清楚 这可以讨论 乔劳是可以讨论 就是说这种实验手段上 去处理 持育时间是不是比较麻烦 是不是用RPS 或者其他方法 怎么样 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些 就是说这个家族 他的持育时间的一些报道 然后来进行对比 我们工作刚刚发表出来 我们要查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们这边线上 线上还有两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如何构造描述符 然后如何判断描述符 是有效的 描述符是这样的 他简单的说 就是说你要给一堆特征参数 比如说像这里 不就是原子叙色 JBJC 以及它的电信 这个东西 然后让机器学习一些算法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 BS优化 人工神经网络 知识项链机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用了搜索方法 反正这些东西 咱们也不是太懂 而机器就是计算科学的东西 我们拿过去 它去训练 它会给出很多描述符 无非就是这些特征参数的 一个加减 乘出根号 log等等 它不懂物理的 这个机器学习就是说 它这个算法 它是完全不懂物理 不懂我们留的第二定理 不懂协定方程 它不是做这个事情 它是这个数据很多 它就用它的一些算法 来找出一个最优的描述符 简单的说 形象上说 可能有点类似于 我们数据的一个理合 但是呢 它机器学习绝对不是数据理合 它应该是beyond的数据理合 它可以就是说 你不在这个数据理合之外 我还可以使用 它是机器学习 利用算法给出的一些描述符 不是我们人为做的 所以这些公式是 你会发现 特别是我们后面 这个经格扰道理的公式 更是这个很复杂 乱七八糟的 我也没有去仔细分析它的物理 看见没有这里面 经格参数的质量 电付性的加减程度在这里 所以只要有一些成熟的 这个机器学习的训练的一个算法 它就可以自动给出 当然我们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第一 要分析物理意义 第二 你要根据它 它给了可能数以万计的描述符 你要分析 究竟哪一个是最佳的 它也给了一个讯息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但是我们往往不是把第一个拿出来的 因为第一个可能说数字上比较准 但是它的物理意义并不一定很好 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个第五个 或者第十个描述符拿出来 大概这样 好 谢谢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大家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刘老师 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报告 谢谢刘老师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